通风的确诊呢 我们要有几个方面 一个是我们通过典型的临床表现 就是有典型的这种发着的部位 就是第一胆脚趾 第一坐着关节那儿 踝关节 膝关节 这些关节出现红肿着痛 就是我们典型的发着的部位 如果不是这些地方 我们就还要多考虑它 到底是不是通风 这是我们看典型的症状 第二个呢是我们要来检查这个尿酸 一般我们通风发着的尿酸会很高 可能我们正常一般就400多一点 通风发着的可能会到五六百 七八百甚至一千多 尿酸会很高 这第二个通过实验室检查 第三个就是我们甚至可以通过 关节的穿刺 我们俩如果已经有那种 痛风结晶的沉疾的话 我们通过这种对 穿刺以后对结晶的分析 看看是不是这种痛风结晶 这样来确诊 这是经标准 所以我们确诊的主要是看这三个方面 这里肯定没有人呢 咱们们相比较大 为什么不准备 那么多一点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